原文照讀的,他真的很害怕地写了出来 会不会有些大厦,根本有13楼 只不过他不预计那层有用 所以电梯就不会去到,就是板上 是不会上到去,但是其实是有那一层的 早解不会,也不会 消防条例关系 是吗?买点咪,师傅 就是消防条例关系 即是不用可以这样的? 因为他为什么呢?如果你有那个楼层,你的电梯不开也好 但是他规定消防员都一定,如果要用到的时候,他都要上去 所以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不会,不会 最多你是这样,他没有反应 是的,但是如果你是开那个,即是他有个控制板 即是电梯有个控制板 如果你拍了他,他就可以在那里停在我开 所以一定是要那层上去的 一定是 那你真是糟了,你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这样就真的 如果这样就糟了 好了,多谢你的朋友 这个email 也是在我们群组 潘少聪恐怖会议里面 就抽出来读的 所以都多谢大家 在这里留了很多你们的特别的个案 好了,今晚又有廖子龙师傅 没听到电话之前 提多大家一次 现在立刻可以打电话来 3703 3726 如果你买了会员付费 到现在都没关注到 或者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何况仍然坐在那里 接听大家的电话 但是内心一点 因为只有一条电话线 还有一个人 有些人有人说 可不可以上来处理 是可以的 你下午一点钟 到现在 你都可以上来的 如果现在上来 可以买宵夜给我们 我不介意的 好了,先听个电话 有Maria 你好 你好 还有廖师傅 你好 听到 OK 很多鬼故事是生人生死的 我应该先说哪个 你喜欢最害怕的那些 最害怕的那些 最害怕的那些 就说之前我给你们的那些 好,你大声一点 好吗 即是你提升他的语调 这样就好一点 是 4月1日 就是张国瓶的 冥寿 冥寿 对不对 冥寿 我想说回去的那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 这样方不方便 这样说 这样吗 不要紧要 你 你衡量 你衡量 即是 灵异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 判断不了 所以我们 用灵异的角度 去了解一下这件事 看看有没有可能发生 好吗 OK 好的 话说 他住的那个单位 就是加多利三 嗯 嗯 那这个单位 他未入住之前 就是我朋友住的 是 OK 那我朋友 就有 家里有 小朋友 嗯 那他入住了 不久 就发觉小朋友 就发烧 晚上就会发烧 日头会发烧 是 晚上就没事的 晚上在床上 很开心的 嗯 不知道在玩什么 嗯 但是因为当时 他自己的家里 就有一些亲人 有妈妈 过了身 是 認識婆婆过了身 那变了呢 他自己都 不会想到 有些什么 只是你有法师 就跟你提医生 那样 搞了 搞好自己婆婆 即是他去 即是他身份 那变了自己婆婆的事之后 嗯 那天才开始正视 那身份 那天才是 他烧不退的呢 晚上就这么健康 就玩得这么开心 嗯 后来呢 他就啊 都搞完那些事 不如就问一下 那个 婆婆 她 有些 就是做得好不好啊 收不收到 那些烧给她自己 还有什么 要跟进 那怎么知道呢 她问米 一问之下 就吓死她自己 为什么呢 她妈 有个婆婆上来 就是说 你要搬 你不可以住那间屋 哦 因为那间屋 有个伯伯在那里 嗯 那 她听到之后 就很奇怪 为什么有个伯伯在那里 那原来那个伯伯 应该就是在那里 死了 是的 离开了 但是仍然停留在那个空间 嗯 那晚上呢 就跟她的小朋友玩 是 那她听完之后呢 她就回家 就要跟她们商量 要不应该搬呢 嗯 又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事件 发生呢 那跟着呢 就 听起来的时候呢 那小朋友听到 嗯 就跟她妈妈说 不搬 我要跟伯伯玩 多少岁呢 两三岁左右 两三岁都会说的了 是的 但很简短的句子 嗯 要跟伯伯玩 那跟着 那她真的有这样的事 那小朋友这样说 那跟着呢 沟通里面呢 那些工人呢 原来都看到的 不过这个工人呢 看到这个百亿工呢 因为她是生理造的 嗯 她以为是你屋里面的 其中的一份子 她不知道这个原来是灵体 嗯 那这个工人说完出来呢 她更加害怕啦 不行啦 真的一定要搬啦 如果小朋友又见到 那工人也见到 是他们见不早的嘛 那就是这个可信性是很高 她就要尽快搬啦 嗯 那就要安排啦 那在他们安排要搬呢 那那个单位呢 他们就有地产会放出去的嘛 是啊 那她就见到 张国荣和唐唐呢 哎呀 等于我说了名字 诶 大家都知道啦 哈哈 大家都知道他们住那里的啦 哈哈 就见到他们来看房子 看房子 那跟着他们呢 就搬走了 但是跟着 因为事件发生之后呢 她的新闻拍出来的嘛 是啊 她那个单位 那个门口 有很多人送花 是啊 她一看就是 真的去移植住那个单位 嗯 所以呢 相信呢 她的事件呢 可能跟这些呢 有多了少影量度 哦 这样说 没有直接跟哥哥这件事有关的 只不过呢 推敲啦 推敲 嗯 因为哥哥的离开 很多人都跟她 就是 生前 最后那段时间 无论是精神状态啊 健康啊 或者是否接触灵异的 都中雪昏云的 嗯 再加上你现在说 原来那间屋呢 嗯 曾经是一件这样的事发生过 是吧 她有请师傅去跟她摆风水的 有看风水的 嗯 那你这样说 即是说这间屋 曾经有个伯母在那里走 那算是凶宅了 如果这样说 算是凶宅了 其实应该是的 是吗 应该是的 不过要有人知道可以住的 是是 OK 原来有一件这样的事 那现在 现在是不是堂堂还在住的 我真的不知道 不肯定 不清楚啊 好像搬了 都搬了是吧 OK 不清楚了 OK 那其实上凶宅网 是否出得到呢 不过当年又未必知道 那么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好像没有 是的 应该就没有这些资料 是吧 我想回应上昨天 你们讲加利大厦 是 是不是加利大厦 是 我们有讲加利大厦 是 是 其实我呢 每个星期我都去那个饮茶 哦 是不是楼上 那间酒楼 上有间酒楼 是 是有间酒楼的 嗯 那么呢 我之前呢 去分开的时候 我一直都不敢去 因为那些人说 你去洗手间 会听到有人跟你说 你来了 那样的 所以我就一直都不敢去的 哈哈 后面过了一段时间 那间酒楼呢 的经理说 吧 經理说 不是 我听一些朋友说 那他就觉得去洗手间很陰 那他就 那他讲回这件事给我听 那我继续讲了 那我书就不去喝茶了 那后面过了一段时间 那不知不觉 过不过一年一年 就过的 那间酒楼呢 很奇怪 在那座来说 他又算旺 是 樓下也有酒樓,但是做不長的 他那間很旺,有很多人去飲茶 因為我有人家要去飲茶,所以陪他去飲茶 就開始發現,燈光那晚,我去洗澡家也不覺得有陰 我就以為人說而已 後來每天就熟食熟食樓面,那些全菜 然後有一個不在的了,那個全菜 有一天他就跟我聊天 我就說其實有沒有人說得這麼恐怖 他說他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在做,初初來做他都很害怕 因為他不明白為什麼每一次他在廚房走出來 走走那條走廊的時候,一定會怕街 即是會滑倒的嗎? 一定是那個位置,一定會跌倒 那會不會真的酒樓那些地方有沙屋又滑 那裡不跌倒,只是他跌倒的 然後他也不知道信不信好,他就裝一下香拜阿神 然後就沒有回復 即是總是會領下東西 是的,但他在那裡做了一段時間,然後他有病 現在是一載 都走了 但他很年輕而已 嗯,OK 另外有一些員工呢 嗯 他們因為那些桌椅,其實那些桌椅也挺多的 那有時候有些酒席啊等等 有時候那些桌椅也多了 他們需要暫時放在那些桌椅的位置 是的 甚至乎是會在樓上呢 白樓啊那些 那晚上就沒有人用的 那他們就會把那些桌椅呢 就會暈了上去 是呀,是會搭高的嘛 是呀,搭高放在那些桌椅 這樣 好 那他們上去就感覺 真的有那些東西 很害怕 有人看到 或者有人感覺到 然後有一些員工呢 即是很小膽的 就是我不負責拿那些桌椅上去 如果要我拿那些桌椅上去 我寧願不做了 嗯 那我聽他們說是這樣的 但是我自己呢 試過按下桌椅上去看 近這一年 很旺的 上面又有教會 是啊,很多 那間醫務所 我聽你們的節目 曾經有人說過 那個不是叫醫務所 叫做檢查 檢查中心 身體檢查中心 現在很多人 我都試過上去做過 幫你檢查 家裡有很多人 等很多人 是啊 OK 好了 多謝你的回應 有空再說 謝謝 好,拜拜 拜拜 其實師傅剛才也說想回應一下佳麗大廈 是啊 很多年前 等一下 我沒有記錯 應該 也有十年前 那一次不是去喝茶 而是去喝 就是趕酒樓嗎 就是趕酒樓 就是趕酒樓 那時候 自己圍內的朋友 都說 為什麼那個朋友 選到那裏擺酒 他說 就是近時假的 我說 那人家選 我問 可能什麼 我說 這麼巧而已 不是啦 那我已經起過了 我說 也要去的 不過去到 你問我會不會 見到有什麼 我很坦白說 那一晚我真的見不到有什麼 是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他的設計 設計上 我覺得多不多 少不少 都是 都有少少巧妙 就是因為之前發生過事 他可能那些設計 是有少少的 那明顯是 起碼全部變成落地玻璃 是啦 通透一點 通透一點 後樓梯其實我覺得很光猛的 還有 他在那個 在升降機口那裏 其實已經 你差不多都不用坐升降機 你可以由八樓的自動電梯 一直到樓下 基本上連樓梯都不用走 是 是 其實他也有這樣的意思 就是有時候 知道火燭那裏 就很多人在樓梯困住了 噢 所以這條空道 就寬敞很多 如果真的有些靈體 是 我真的現在可以自出自入 你不用留在這裏 是 還有就是說 發覺為什麼他再重建 為什麼他這麼浪費 你知道那個地段也不是便宜的 是 是 爲什麽可以升降機 好像十一層高 對 爲什麽又不升高一點 爲什麽 爲什麽他出事的時候 最多人是 即是有事的 就是在十三、十四、十五樓的幾層 是 基本上他就是想避過那個空間 所以他的樓數不同 對 對 我想他那裏 可能他想 或者等那件 即是重建了之後 我想 即是樓有樓雲 地有地雲 我想他可能會想著 即是說過了二十年之後 即是重建了 過了二十年之後 然後那個 那個運過了的時間 但他們可能才會再考慮看看 或者再重不重建過 之類的 不過我突然想起 究竟是誰的發展商 即是當時 為什麽會 到 進駐這個地方 我剛才搜尋了 找不到 好像大陸發展商 是嗎 大陸 可能他不相信 或者不相信這些事情 因為都會晒地了一段時間 如果他不相信的話 他不需要那麼矮 又或者可以這樣說 但始終是他們 或者是安香港人的心 即是他們不相信 但始終是發生在香港 這件事 所以可能避重就輕 有些事件是這樣的 好了 看看有沒有人回應到 知道當時是哪個發展商 有沒有這樣的設計 或者是哪個設計師 想起這件事 怎樣令到加利 大暗化了 可以這樣說 現在還有教會 我也不知道 都是的 不過始終大家會覺得 在那裏有一間齋舖 那一層是真的比較陰 一人會拍過的 這件事 好了 剛才說到找了一位專家 幫我們分析一下 究竟那條CarCam的影片 他認為是不是跟靈體有關係 或者看不看一出是跟靈體拍到靈體 還是真的有一個人 好了 找到這位專業的攝影師 幫我們去分析一下 阿潘給我看那條影片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看到有一個影像 似乎是女性的影像 就是在車的旁邊出現 跟著在車的後面走過的 最初第一次看 當然就覺得 咦? 懷疑這個所謂的影像 是不是穿過了那輛車呢 然後再看到慢鏡頭 其實它不是 它是在車的旁邊出現 然後在車後面走過的 然後我再集中看看 這個影像 究竟不是一個實體 後來我再看一看 其實它後面有些燈 當這個實體經過的時間 我們懷疑是靈體 經過那些燈的時間 其實它會遮到燈 即是說它是一件實體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 如果它是一個透明體 我覺得它是靈體的機會高些 如果現在我們看到一個實體 即是說它有可能真的一個日 是這樣經過了那個位置 或者一個實體經過 當然有些靈體可能都是比較實體的 我不敢肯定100%咬定它 是還是不是靈體 但我覺得是靈體的機會 就低了一點 嗯 我們很喜歡這些 真的比較中肯的分析 真的是一個實體 因為基本上它會遮到的 是 遮到燈 如果遮到的話 就是一定 那一定是實體 即是說如果有這樣的推斷 司機其實是看到一個人 真的看到一個人 但他怎麼回看呢 就像是一個經過創土的人 因為你知道卡鏡頭的像素是很低的 基本上 有這麼黑呢 不是 前面的像素會比後面高 是的 現在是後鏡頭 是的 現在是後鏡頭 所以他都覺得很害怕 因為你沒有預期是一個叫做 都是高速 晚上11點多鐘 應該不會有人 那個位置 是不是 還有他後面那個窗 去先後那輛車 他沒有水撥 是啊 沒有水撥 又髒了 沒錯 暗毛這個分析我挺同意的 當然不排除有很實體的靈體出現 是可以這樣出現的 是不是 實體是這樣的 靈體會借一些實體來現 我就見過 什麼 靈體借一些實體的物件來現身 我就見過 即是他動一些東西 是的 例如怎樣動一些 如果他變成一個人 實體 我就真的沒有見過 即是他依附到一些物件上 動去看 或是他拿起了那樣東西 這樣也有 你真的見過他這樣去動動嗎 浴眼見過 我是見過 他通常 例如這樣說 他要做這件事的話 他是很刻意地做給別人看 是 如果你說他正常 譬如說 他想進去那扇門 他不需要觸碰任何東西 他都可以串到過去 其實也是 好像不用說什麼 我們808那樣 那個門都被他鎖住了 那怎麼會 他鎖住了 他鎖住了門 又搞我的電話 按了一些東西出來聽 這樣 是可以做到的 賺貴 是的 所以我們完全相信 不過已經送走了他 希望我們未來 沒有太多這樣的事件發生 所以伺服器就沒事了 也沒有關係 這是另一件事 不過他最近是玩得比較頻密 我們始終希望他可以 不要太影響 我們不是想經常拿這些 來講的 明白明白 那些人以為我們有作價 好了 待會回來之後 依然是有收費時段出現的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們希望 有些朋友 如果真的知道自己看不到 因為收費時段 就知道自己看不到 所以馬上就打電話來了 希望快點找出一些 還沒看到的朋友 電話是3703-3726-373-3726 你立即打電話來 給何方 希望可以幫你立即開通 不要再在我的Facebook留言 因為這樣流來流去 始終都不是辦法 所以 最好現在立即打電話來 等多一會 現在打不到 都希望你不停打 好嗎 不停回撥 這樣 可以盡快處理 所以我用了這個方法 希望 迫大家快點要處理這件事 立即打來 所以繼續有收費時段出現 待會兒 就會有阿Jam 這個黑仔王 最近又領事 又領事 因為他原來去完長洲 荒廢了一個方便醫院 我也去過 方便醫院 那都不算醫院 當年是 當年是 想當年是 當年是 因為他有了庭司間 但他好像沒有急症 對嗎 那我不清楚有沒有急症 因為很多年前 現在已經荒廢了 然後他曾經去那裡拍照 竟然帶了七隻東西回來 這麼厲害 一會兒回來 聽聽他怎麼說 如果想參與我們付費行列 都照說 因為雖然這陣子 都很多個案子我們要處理 你可以上回我們的 mnpun.com 透過PayPal 其實PayPal 是最快的 即時可以看到的 或者去到BigBigAir的手機 裡面 透過買Consi 都會看到我們最後一個部分 3703-3726 快點打電話來 何況在等你 回來之後 收費時段再繼續